可以高枕无忧 没想到 没想到还是被大人给看出来了 我琳达甘愿受罪 甘愿受死 你以为本官会让你轻松的去死吗 你如何害死鹰娘 本官就叫你如何去死 小毛 这些呢都是为小毛买的衣服 这可使不得呀 这个是给小毛读书的费用 这 鹰娘殿下有知 定会对各位大人感激不尽的 小毛 今后要好好读书 做个有用的人 听见没有 鹰娘 等鹰娘从关中回来 一定会来看你的 鹰娘 我不想走 慢点 走 咱们回家 啊 啊 鹰娘 再见 再见 费了牛大的劲 还漏了一身的不适 那个辛勤的实在是欺人太甚 要是没有你连大侠 他们能抓住凶手吗 林捕头就应该由你来处置 凭什么交给他们呢 这就叫谢莫杀驴 他们就是看你连大侠无权无势 你要是皇帝的小叔子 能有这事吗 别说了 不说 不说我心里堵得慌 你说 这个大侠大侠到头来 不也得受胆官的气啊 林大侠 你别生气啊 咱们哪说哪了 连大侠 此案告破 你为何仍然心事重重 你快点去把秦将军和敏儿找来 这么晚了 找他们何事 今晚恐怕要胜波长 什么人 林大侠死 林大侠 谢某在此功好多事了 谢大人 可谓煞费苦心 林某佩服万分 本官只是不愿意看到你 用这种无事国法的方式 替天行道 所以特来当面劝阻 林某一向我行我素 无需大人费心 大人大侠要好生看管你的手下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林某言简一概 你还不懂吗 区区一个雨林位小将 有何资格在这里狂吠 亲连大 单凭你夜闯大牢 我就可以判你个劫狱之罪 今日你休想走出这里半步 秦将军 不可鲁莽 大人 这小子一向目无国法 四亿万为 我们为何要一再顾惜他 连大侠虽然有时偏颇 但生就一副侠义心肠 是条汉子 本官仰慕连大侠的为人 今晚的事就不再追究了 连大侠 请 你就这么让我走了 昔日诸葛 七秦梦获 看来我要想说服连大侠 还要再放你六次 连大侠 为何还不走 谢大人 连某有一个不情之情 不知大人能否答应 你的脸皮也推厚了吧 白白放你走 你又来提什么要求 连大侠 你不妨直言 本官如能帮忙 必尽全力 谢大人 你光风济月 超然把速 今夜更令连某 一睹大人高益 禁不住 心生仰慕 连某愿与大人 结为兄弟 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大人如果觉得为难的话 连某也不勉强 告辞 等等 连大侠 有此美意 谢某不胜荣幸 只是此事太过唐突了 兄弟结义 乃是豪放之举 大人若觉得两心相弃 你我二人就趁着月白风轻 搓土为香 对天蒙事 连大侠 一腔豪情 令人心痴神亡 连大侠 要与谢某 结为兄弟 你没有看错吗 连某仗剑江湖 阅人无数 我早就已经看上你了 只有你谢家儿郎才配与我称兄道弟 笑什么 只怕这个谢家儿郎会让连大侠失望啊 也罢 你身在官场多有不便 连某绝对不会勉强 辞去齐州路远 还望你多保重 告辞 且慢 还有何事 今天倒是个一节金兰的好日子 只要连兄 你不后悔 好一个谢家儿郎 果然有趣 来 跟我走 桑牙 苍天在上 在下连亭妃 在下谢姚环 我二人凭水相逢 饮为知己 今日结为兄弟 从此肝胆相照 修其一共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如有畏信取义之取 天诛地面 连兄 贤弟 贤弟啊 连某总算是随力装心愿 从今日起 为兄不再是人海中的一片孤帆 有你我亲胸热地 惺惺相惜 守望相助 肝胆相照 胜似人间 美事无数 难道也胜过那洞房花竹 金榜提名吗 休提着金榜提名 为兄曾发誓 此生命可终老难山 永不涉足官场 连兄莫非有感而发 感同身受 日后再与你细说端详 眼下你我分别在即 不如今夜摆下颜席 把酒言欢 饮他个酣畅淋漓 好 连兄请 请 贤弟啊 没想到此次来陕州 能与你结为兄弟 真是我连某平生一大快事啊 这血腰环是出生牛肚不怕 敢想敢为 实难掌握 让这样的钦差 前往关中 我是愈发的不放心了 相爷所言其事 在下也担忧 血腰环 一旦到了齐州 恐怕真会陷进些风浪 倒不如密令那齐州刺史 使不得 行刺的勾当 只可一而再 不可再而三 唉 我们不如 给谢瑶环制造一些麻烦 让他顾不得找别人的麻烦 然后再见机行事 在下愿望关中一行 你 你不行 你去制造的麻烦不够大 公主殿下 好兴致啊 什么兴致不兴致的 闲来无事而已 公主既然有闲 何不找些有趣的事来做做 什么有趣啊 你倒说说看 哦 日前姑母天后 命谢瑶环寻暗关中 那关中可是个好地方啊 不仅是山川巍峨 人节地灵 那市井坊间 也别有一番情趣 还有那齐州的凤凰山 法门寺 更是天下闻名啊 公主何不前往去玩一玩啊 对啊 你倒提醒了我 那关中那么好的去处 她协要还去的 本宫我怎么就去不到 那我现在就去找母后 请她准我去往关中一游 哦 公主见了天后 不要说去关中 就是为了游玩 本来我也不是为了去玩 我是要去为母后分忧的 公主果然是聪明过人哪 母后 您就让儿臣去吧 母后 到了齐州 儿臣一定会审时夺势 为母后分忧的 这闻五百官那么多人 本宫都可以派遣 何老你去哪替本宫分忧 难不成 你是想去往关中一游不成 母后 母后 你也太小看人了 那是要还头一次担当大人 要去为您监督她 好好为母后办事 母后 你就准了儿臣所请吧 准了吧准了吧 也罢也罢 就准你去关中一行 母后你太好了 谢谢母后 公主殿下心想事成可喜可贺 今日特来给公主送行 不必多礼 另外还有几件要紧的事 需要和公主当面详谈 要紧事 你们都退下吧 是 你有什么要紧事啊 你不会是让本宫给你带回几个关中美女吧 哎呀 公主可真会说笑 这种事 岂敢有劳公主啊 这关中行事错综复杂 公主这一去可要小心哪 这不用你说 本宫这一趟出去 咱会吃好玩好 那是当然 但公主也应该知道齐州案的始末 到了关键时刻 公主方能显出真知灼见 一语定贤坤吗 不就是前两人钦差被暗杀了吗 两人钦差被刺 那都是为了核查一桩谋逆大案 其因是前州刺史余昭德策动了太子李贤谋反 这些是无趣的很不听也罢 殿下 此去齐州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找现任刺史 今世昭她会为公主向全马之劳的 好了好了知道了 来人 在 本宫的行装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别忘了带上本宫的刘金薰香球 是 放这儿吧 小话游 哎疯着 疯着 anges 我的天神仙啊 这谢大人真了不起 到线牙捕头 作蛋他都能�커查出去 要这么一笔 咱们的仙太爷真是个吃白饭 咱们陕州管一大小官员来过百事后人 像谢大人这样的还是同一个 可惜啊就要走了 好像有什么人进来了 大白天的有谁会进来 进来咱还能不知道 是啊 有人来过 会见的 东西没有被翻弄过的迹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坐下来 bumfeld 表演过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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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兄郁闷了多日 唯有此时最为快意 兄长 你为何郁闷呢 贤弟有所不知 其实为兄父亲早亡 这些年来一直蒙舅父赵 但舅父一年前无端蒙冤 下狱驱死 我想为舅父深渊昭雪 可惜举阵无力 投诉无门 为兄无能 这仇恐怕是永远不能报了 你舅父是谁 为何氏何岸蒙冤下狱的 他就是前任齐州刺史 于昭德 就是那个与太子李贤有瓜葛而下狱的 于大人 这些罪名都是奸人无忠生有 阴谋无限 而我却无力回天 全臣当道 用心险 冤玉罗芝酿成多少人间惨剧 兄长也不必太过自责 贤弟 为兄在江湖上行走 感觉自己就像一夜飘膨 没想到有幸认识了贤弟 自此心头多了一份牵挂 不会再有孤苦伶仃之感了 兄长 不如和小弟一起去齐州办案 也好祝小弟一臂之力 今晚我们不谈公事 找个地方再喝两杯 兄长 喝的不少了还是早些歇息吧 再说小弟也不升酒量吧 今朝有酒今朝醉啊 老弟也忒不爽快了 其实小弟的酒量真的很浅的 不如这样吧 我还是扶你回去休息吧 别扫兴啊 真的别再喝了 林大侠 林大侠 咱们再多坐一会儿吧 我找饶你了我 林大侠 你来得正好 快扶林大侠回去休息吧 围兄根本就没喝醉 我们要喝到天明 喝他个一醉方休 感情是你把我们林大哥灌醉的 不得对我贤弟无礼 是吧贤弟 什么 这才半天就成兄道弟了 兄长 此处离陕州管义不远 小弟就此别过 多饮不易 兄长你也早些休息吧 好 为兄呢就听你一句劝 好 告辞 好 告辞 嗯 走吧 好 这里一定有薄素之客来过 到底是谁呢 何人如此大胆 抓四伙 抓四伙 快 抓四伙 在那儿呢 快 快 快 秦将军 大人 卑职无能 未能抓住此客 将军没伤就好 是不是关中派来的 此人白天趁我外出的功夫 已经来过一次 为了摸清我们的底细 他费了不少的心思 喂 你们 都站在这里干什么呀 你的酒醒了 再喝两滩如何 我 我 好 昨夜那刺客的身手好生熟悉 莫非是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今日尘世 城隍庙 城隍庙 大人 卑职有事特来告假 将军何事啊 我的靴子穿着有点不跟脚 想去集市上再买一双 那秦将军不如派个人与你同去吧 当然不必了 这点小事情卑职自己做就好了 我个把尸身就回来 秦将军走了一路 也没听说他的靴子不跟脚 秦将军去买靴子 我觉得好生奇怪 闪电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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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不见你越发见状俊朗了 徒儿虽微朝廷办事 可是没有一日不再想念师父 想念师父 那你还坏我的好事 徒儿不明白 昨夜为师本想一标结果的那个警察 没想到你小子半路杀出坏了我的大事 要不是为师手脚还算灵便 差点就成了你的刀下鬼了 徒儿该死 请师父恕罪 你是大将军 我老韩可承受不起啊 师父若不宽恕徒儿 徒儿不敢起来 你我虽为师徒 却情同父子 想必徒儿也不是恩将仇报之人 师父您为何要刺杀谢大人 这些年为师投在了 关中豪身杀横天的门下 这沙庄主为人仗义 为师受了他不少恩惠 师父刺杀谢大人 难道是沙庄主的意思 这个你不必多问 为师受人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沙庄主与前者钦差被杀案有牵连 我岂能认谢钦差齐周查案 原来如此 为师索性半路除掉谢钦差 绝不能让他进入齐周城 这 为师已在沙庄主面前夸下海口 有你这样的好徒弟做内应 保管万无一失 我看今夜三经 你就动手吧 师父请问 怎么 你是担心做不成大将军了 徒儿并非贪图富贵之人 那你为何还要犹豫 师父有所不知 其实所谓钦差大人 只是一名宫里的女官 另两个随行的也都是女官 师父想想 三个弱女子能成什么大事 之前所谓的破案如神 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 徒儿以为 就算他们三个到了齐周城 也只是无功而返 若此时杀了他们三个 朝廷必然追究下来 三任钦差连续被杀 天后必然大陆 不把这个齐周 闹个天翻地覆 岂能罢休 到时候御驾亲临 不但沙庄主自身难保 恐怕会连累到师父 我这样说 还是为师父和沙庄主着想 吃了几天官饭 你果然圆滑了不少 师父若是执意 要钦差的脑袋 徒儿今晚就能取来 不必了 你这番话倒有些道理 不如伺机而动 有你这位好徒弟做内应 师父想干什么 徒儿定能守到前来 师父大可放心 徒儿随时听命 你的谢兄弟来了 难得贤弟屈驾至此 快快请进 连兄 你昨夜喝了那么多 小弟特来探望 哦 不妨是 久逢知己千杯少 一醉解千仇啊 连兄 我看你这是 今日就要启程了 不知小弟 是否有幸与你同行啊 这话用问吗 连大侠呀 肯定巴不得呢 喂 是这样的 其实呢 维兄显散惯了 经常呢 是兴之所致 同行就算了吧 免得给贤弟添麻烦 连兄 有勇有谋 如能随同小弟 去齐州办案的话 小弟 也多了几分底气啊 小弟只是信口说说 连兄不必为难 哎呀 按说维兄 理当有求必应 只不过 我这快以恩仇的性情 真的是 不宜涉足官场啊 万一维兄 一时把持不住 惹事生非 反倒害得老弟 丢了乌纱 那维兄 可就罪孽深重了 连兄 一向是豪放不羁 小弟颇能理解 丢了乌纱倒不要紧 若是真的 把连兄 给气出什么病来 小弟心中可就不忍了 知我者 贤弟也 连兄 有件事情 我想当你 说你呢 房间里有没有别人 出去就出去 是 贤弟 但说无妨 我想叮嘱连兄 关于你和前其中次使 于大人的生就关系 再不要和旁人提起 怎么 旧父以冤死欲中 你还怕 竹连到我头上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据我所知 一旦涉及到 大逆谋反的案子 总会有人推波助澜 将事情越搞越大 牵涉众多无辜 以此向天后邀功 难得你身在官场 还能看得如此透彻 此案的最终指向 是所谓的太子谋反 连兄在此案 未能查清之前 一定要置身实惯 看起来 连兄也成了你心中最牵挂的人 什么 齐鸣买靴子去了 就他那样的 还会买靴子 这就是你买的靴子 有什么不妥 我就是挑了双既结实又好看的 这也叫好看 你让月仙姐姐说说 这双鞋穿出去 保管把别人大牙都给笑掉 秦将军一反常态 敢于飙心立意 也不是坏事 多谢 这也算夸奖啊 赶紧回去换一双吧 我陪你一块去 要换我也自己去 你去只能滋生事端 你怎么老看我一无是处啊 朱氏已经处理完毕 各位收拾好行李 我们明日一早就走 终于要走了 不然的话会活活把我给憋死的 秦将军的靴子 好生华丽啊 华丽谈不上 卑职穿着倒是很舒适 这新靴子呀 本来是明天早上才该穿的 你怎么现在就穿出来显摆了呀 笑话 一双靴子值得秦某 在众人面前炫耀吗 他又怎么了呀 秦将军有心事和靴子有关 奇怪了 他买靴子能买出什么心事啊 沙庄主 依前任钦差被杀暗影牵连 我岂能任谢钦差齐周查案 为师已在沙庄主面前夸下海口 由你这好徒弟做内应 保管万无一失 秦将军 喝酒呢 秦将军 我惊让你了吗 我还以为大人已经旧情 我本事要安歇的 但想到秦将军今晚一直若有所思 闷闷不乐 因此特来问个究竟 我 我只是不愿意跟唐敏同行 你和唐敏不是已经比较融洽了吗 可好像自打买了靴子 你就一直情绪不佳 我还十分不满大人和莲廷妃结拜 大人此举十分不合朝廷命官的身份 结拜并非我的本意 只是莲大侠再三提议盛情难缺 更何况莲大侠也非是坚定小人 结交倒也无妨 大人这么一说 卑职也就毛色顿开了 如此就好 明日我们就要上路了 你是一个须眉男子 凡事都要让着敏儿三分 不可与他一般计较 卑职明白 将军生性稳重 此去关中险地 能否完成使命化险为夷 全要仰仗将军了 卑职毕尽奴顿之力 请大人放心 明日还要赶路 将军少议 备着遵命 拜见师父 来 为师给你引荐个人 他叫韩石 是你的同门师弟 韩石见过大师兄 免礼 从今天起 由他负责和你联络 及时传达为师给你的指令 回到一处 你要始终和他保持联系 要将钦差的动向 及时报告为师 不得有误 托儿遵命 这个死秦明 到底跑哪去了吗 不如我们现在出发 不等他了 看你这生龙活虎的样子 也不像生病啊 我确实感染了风寒 若是秦将军身体不适 那就再歇一天 不必了 我收拾一下东西 马上就来 秦明 等等我 大人 有人送来书信引风 下去吧 是 谢贤弟 为兄先行一步 山高水长 后会有期 秦明 接着 不要 你就吃一个吧 可甜了 这马勒勒都得吃草呢 你笑什么呀 我高兴啊 我觉得呀 能够和得来的人在一起 不管有什么艰辛万苦 都觉得挺有趣的 谁是你何带来的人 就是你呀 咱们两个不打不成交 这一路上成了好朋友了 是吗 嗯 咱俩是朋友吗 难道不是吗 啊 我怎么不知道 哎 秦明 喂 秦明你去哪儿啊 喂 别跑啊 喂 前方十里 就是禅林寺了 禅林寺 第二任钦差 御赐的地方 不错 这是整个齐州岸中 我们第一个 要查验的地方 佛门清静之地 一个最不应该 发生命案的地方 我就纳闷 那刘大人不跟随从同行 非得孤身一人 投诉着深山谷叉 这不找死吗 或许刘大人 是汲取了 上一任钦差的教训 为了隐蔽自己 故意不和大队人马一路的 可是他还是命丧于此 岂非人算不如天算 这和天算无关 完全是 因此 岂非得孤身一人 想不去 これ以来 你尽管 或者是 涮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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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是有一个疑似割迹的重要知情人 准确地说 是有一个疑似割迹的知情人等着我们去发现 停车 是有刺客吗 有刺客吗 林间似乎有人在追逐奔命 晚来风际 或许是风吹木叶的声音 绝不是 一人在逃 数人在追 并有戾气在风中划过的声响 我去看看 我跟你一块去 难道师父他们开始行动呢 为何没派韩氏通知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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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跑 打得好 快走 快走 连公子 你别动不动就往别人怀里扎起来起来的干什么你 你看他这样子还起得来吗 不是 不是 这人在哪儿啊 事情似乎刚刚平息 却不知是什么结果 这女子是被掳走了 还是被人救起了 我不认替我